今天为你介绍的书是《桃瓜副标题试读》 史记孔子世家 这是一本介绍孔子的书 这本《桃瓜》是历史作家刘伯解读孔子的作品 他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出发 《孔子世家》是第一篇完整叙述孔子生平的文章 虽然轮廓粗糙,线条书广 但为后人追寻孔子的身影 开拓了第一条跑道 本书作者刘伯如今也沿着这条道路曾经 同时,刘伯还引用了其他材料 最重要的是,论语和左传 论语,记载了语录,左传提供了时间线 在不断地比对求证过程中 作者回顾了孔子的家族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生命历程 展现出一个鲜活具体的孔子 并思考孔子为什么能成圣 读完本书你会发现 孔子成圣之路其实得益于两大因素 一个是独特的时代 一个是他自身的矛盾性 《桃瓜》是一种葫芦科的植物 可入药,也可作为储物容器 论语中有这么一句无起刨瓜也在 别能细而不识 这是孔子在感叹 我难道是刨瓜吗 挂在那里,只能看,不能吃 从这句话中,我们感受到 孔子报复未能实现的无奈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古人 由于孔子被蒙上一层圣人的色彩 一直以来 人们主要关注他的学术思想 教育成就,文化和政治影响 但是,关于孔子为什么能成圣这个话题 人们习惯简单归结于孔子乐 而做春秋 换句话,是苦难成就了孔子 但这个解释的说服力并不够 下面,我们一起跟随作者刘伯 走入孔子的世界 很多人研究孔子都是一头扎进孔子的生平履历中 我们在第一步,却要先俯瞰那个时代 极具巧合的时代赋予孔子什么样的机会 第二部分,我们把镜头推进到孔子的生命历程中 具体看孔子一生中的两大矛盾 同时我们也会思考 既然孔子最终成圣 为什么作者还说 中看不中用的袍瓜 其实是孔子的写照 第一部分 孔子为什么能成圣 关于孔子个人的故事 我们听得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们这次关注一些不一样的 比如孔子生活的时代 司马迁在《史记报人安书》中 有一段著名的文字盖文王居而言 周一众名恶而作春秋 司马迁想通过周文王和孔子的例证 来类比自己面对困境 也要完成伟大史书的决心 但孔子真的是恶而作春秋吗 我们听听孔子自己怎么说 礼记记载 孔子去世前 曾感叹复明王不兴 而天下其熟能踪迷 与代将死也 意思是没有圣明的君主兴起 天下谁会尊重我的学说呢 我大概快要死了听孔子的感慨 他确实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 谈到孔子生活的时代 礼崩越坏 战乱不断 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修士词 但作者刘伯告诉我们 历史或许并不是这个样子 朝代歌中有几句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 一统秦两汉 西周之后 秦朝之前 这五百多年历史 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分别是春秋和战国 刘伯也在他的失败者的春秋 和战国歧途两本书中 勾勒了春秋战国历史的图景 春秋十七世贵族战争 各位霸主陆续亮相 战国十七世全民战争 战国七雄先后变化 加入你死我活的竞争中 黎明百姓深受其害 孔子生活在什么时代呢 恰好是在春秋和战国的过渡期 这个过渡期的历史面貌 跟之前的春秋 之后的战国都不一样 孔子生于春秋末年 在他六岁那年 也就是公元前五百四十六年 中原发生一件大事 那个局面看起来 真有点像二战后期 美苏两国主导签署雅尔塔协议 制定新的国际秩序 春秋末年的两个超级大国 晋国和楚国带领各自的盟国 在宋国会盟 双方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 约定之后不再打仗 之后各国也很有契约精神 真的不打了 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 是难得的和平和自由的时代 孔子是鲁国人 他在鲁国碰到的最大的政治事件 也无非是三家大贵族 驱逐了鲁国国军鲁昭公 虽然驱逐 但手段并不残忍 国军能够比较从容地逃到七国 而且 鲁国贵族还不断给国军送物资 让国军在国外日子过得好意 当孔子走出国门 看到的情况也差不多 孔子生活的时代 不能说完全没有战争 但南北方呈现的战争局面不太一样 北方国家间的战争 还保留着贵族战争的特点 规模比较小 主要是各级贵族在斗 另一类是南方国家间的战争 规模更大 手段更残忍 最典型的就是吴国和楚国之间的厮杀 楚国有位贵族 名为吴子虚 年龄比孔子稍大一点 吴子虚他们家被楚王灭阻 吴子虚侥幸逃脱 投奔吴国 十几年后带兵杀魂 不仅端掉楚国都城 甚至把已经过世的楚王的尸首 从坟墓里拖出来盯视 孔子周游列国时 也试图去南方看看 卢埃公四年 他去了一趟蔡国故地 按照国军血统来说 蔡国初代国军作为周五王的地 是正牌华夏贵族 但蔡国的地理位置偏南 大致在今天河南驻马殿的上蔡县一带 恰好堵在楚国向北破章的路口 所以被迫成为楚国的附属国 如果是在之前的春秋时代 尽管小国被欺负 但大国好歹地顾及王室严密 不会贸然吞并别国 但南方的楚国 本来就距离周天子雨 随着李峰越坏 更是不把传统宗法当回事 于是三两口就把蔡国给吃下去 蔡国消亡这件事情 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它意味着各国关系的逻辑发生了巨大 春秋时期 大国称霸需要小国拥戴 所以大国不会随随便便灭掉小国 但在孔子生活的时代 大国不再需要小国拥户自己 更倾向于直接将小国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 平凡 惨烈的战争将不可避免 好在 目前这只是远离中原核心区的南方地区的情况 孔子并没有选择继续向南前往楚国 而是选择在北方寻找机会 因为传统周里在北方国家保留得更好 这是孔子比较擅长的 就业机会更多 在魏国 郑国这些北方国家游历时 孔子就看到了人兵兴旺 经济繁荣 文娱子路篇提到 当初孔子到魏国卫生的 魏孔子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 不禁感慨数以待 意思是魏国人好多呀 当时 学生燃友在为他驾车 就问孔子人已经这么多了 该做什么 孔子回答让他们发财 燃友继续问发财后 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孔子回答那就给他们上上课吧 你看 先增加人口 再发展经济 最后是文化教育 在孔子看来 人丁兴旺这一点 魏国已经满足了 作者刘伯讲到这段 也十分感慨 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历史 最幸福的或许就是 孔子生活的这一段 春秋的贵族战争已经打完 战国的全民战争还没开始 史记孔子世家 记载孔子到镇国的时候 被人形容累累若丧家之狗 刘伯调侃 即使孔老夫子真的如同丧家狗 那也是乱世人羡慕的太平群 尤其是与孔子的后世传人 如孟子 荀子比起来 孔子太幸运了 他从一出生 就赶上镜 出两国休战 到了孔子后半生 即使和平开始解体 也只是隐隐约约的声响 真正的动乱 他要等半个多世纪到三家分镜 战国才正式拉抬为命 成就孔子的伟大 只有相对和平的环境 是不够的 中国古代历史上 秦汉随唐宋元明清 和平的时期挺多 但再没有出现过孔子那样伟大的人 孔子之所以伟大 甚至成圣 还因为他赶上一个 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代 用雅思贝尔斯的话说 就是轴心时代 现代人经常讨论一个话题 为什么民国时期出现了 那么多开宗厉派的大家 今天 却少有真正的文化大师呢 作者刘伯的答案是 晚清民国赶上了 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就秩序崩溃了 新秩序干是什么样 大家都不知道 这时 各种新的学科都在草创阶段 头师问路就是独辟穷荒 毕露蓝履自然开宗历牌 这导致许多学科的基本问题 基本研究范式 只能是民国那批人确立 大师也只能是他们 这个道理放在孔子身上 也一样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次重要转型 比如从商代到周代 宗法制 分丰制建立 于是有了商周之变 从唐代到宋代 世家大族逐渐消亡 普通民众借助科举制 进入统治阶层 于是有了唐宋之变 但这些社会转型 跟孔子所处的时代转型相比 影响深度差得很远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 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势 从分丰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 周天子领衔的松散联盟 向皇帝统治的统一王朝转型 孔子就生活在这个 就秩序瓦解 新秩序孕育的时代 这个时代就像是 中国历史的中转 既总结过去 又指向未来 破旧立新 成前起后 也就是所谓的轴心时代 凑巧的是 孔子这一辈子 又在春秋向战国的过渡期 用刘国的比喻 那是轴心的轴心 正因为这个极为特殊的时间点 孔子面对的问题是新鲜的 尖锐 紧迫的 比如 恪守州里的那些国家 就是弱小 就是容易被楚国 晋国这样的大国霸凌 那孔子你怎么看的 西周时期 只有贵族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但现在贵族不屑于学习传统知识 孔子你又怎么看 面对这些问题 孔子具体回答了什么 其实并不重要 他只需要留下一个答案即可 这个答案可以作为神主 宫知识他的后人延续下去 也可以是把 给反对他的人反复批评 例如孔子说为政与德 治理国家要用道德和礼教 后世有的人肯定 向孟子就延续发展了这个理论 提出名为贵 设计次之 君为清 但也有人表示否定 向韩非提出法国而贵 应该用法来治理国家 即使面对贵族也不讨压 总之 站在风口上 孔子面对的局面在迅速变化 他遇到的问题都是很紧迫的 也是很基本的 孔子会自然而然做出自己的回答 后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 都绕不过 避不开 这样 孔子宗师级的地位 自然就确立了 孔子的成圣之路 正如刘伯所说 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物 个人的秉赋与奋斗还比较重要 但能不能成为大宗师级别的人物 归根结底还是看历史进展 尤其是文化大师 只可能出现在社会转型期 不过 只是有时事并不足以造英雄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 大家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 但并没有出现第二位像孔子 那样影响力巨大的圣人 下面 我们把镜头聚焦孔子 看看他本人身上有什么成为圣人的特质 第二部分 从孔子个人看 最适合成为圣人的特质 恐怕是他身上到处自相矛盾的地方 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要先从孔子的出身和逆袭讲解 关于孔子的出身 有个流行了两千年的八卦 这就是野河 野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本书提到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在有一位孔子辩护 认为野河是指不合礼法的结合 孔子的父亲在64岁以后跟他的母亲结合 生了孔子 按照当时的说法 男性超过64岁结婚生子 属于非礼 还有一种说法 没有替孔子避讳什么 野河就是在野外结合 世界上很多民族 在社会还比较简单原始的时候 每年固定的几个时段 青年男女会一起狂欢庆祝 看对眼了就在一起 先秦时代的华夏 民众还很自由放嘴 莫子就说 齐国的设计 宋国的桑林 楚国的云梦 这些地方都有类似的男女集会活动 无论是第一种说法 还是第二种说法 总之 野河生出来的孩子身份比较卑近 这是确定的 但在当时不会被人认为多么不道德 尽管出身低微 但孔子自幼却有极强的贵族意识 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孔子是野河而生 他是由妈妈带大 虽然没有跟孔氏族人生活在一起 但听邻里街放嘀嘀咕咕 也能掌握不少家族信息 孔子的祖先曾经是宋国贵族 后来因为被政治打压逃到美国 沦为氏也就是最低等贵族 虽然地位下降 但好歹还算贵族 这个信息给生活困苦的小众 营起一次希望 另外 孔子之所以有那么强的贵族意识 可能跟孔子幼年的生活有关 单身妈妈把他拉扯大 周围的民众少不了恶语相向 所以孔子瞧不上给曾人 但同时 由于他自幼在平民阶层生活 所以孔子能洞察普通人的心 书中还讲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孔子的身高强化了他的贵族意识 孔子的个头真挺高的 司马迁认为成年孔子的身高 为九尺有六寸 换算一下 最高可能达到2.2米 最低也有1.79米 在普遍营养不良的社会 高个子就是贵族的标志 俗话说 三岁堪老 孔子打小 兴趣爱好就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 他做游戏 喜欢摆起真感 容器 学习祭祀的理由 显然 孔子发自内心向往贵族阶层 但只是向往 终究成不了真贵族 在那个时代 要成为贵族 除非下辈子投胎在贵族之家 但对于孔子来说 这辈子或许还有机会 毕竟他的父亲是贵族 他可以想办法获得父亲家族的任何 麻烦的是 孔子是母亲带大的 他都不知道父亲埋在哪 于是 聪明的孔子搞了一个行为艺术 母亲去世后 孔子带着母亲的棺材躲在大路口 不停问路人 我想把妈妈和爸爸合照 可是我不知道爸爸的目的在哪里 你们谁能告诉他 孔子真是个制造轰动效应的高手 这么一闹 不仅找到了父亲的目的 而且激活了自己的贵族身份 恢复了贵族身份 孔子补办了一张贵族杀龙的入场券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张入场券 一次 孔子听说 鲁国的祭孙氏邀请世人吃饭 孔子想 我不就是侍满 于是去了 结果被祭孙氏的家臣杨虎封了出来 当面打脸我家主人是请世人吃饭 不是请你吃饭 年轻的孔子 内心遭到暴击 孔子下定决心 要用贵族的德性和礼仪充实自己的身体 于是 孔子玩命补课 学习古代贵族必须掌握的这项技能 比如铃 射箭 驾车 书写 算术等等 学习之外 孔子也得工作 赚钱糊口 孔子的工作主要是两部分 一个是给大贵族打工 另一个是开补习班 交学生知识 给大贵族打工 这是那个时代世人的唯一生存方式 孔子也一样 作为小贵族必须依附大贵族 但交书育人这件事 足以看出孔子的了不起 孔子通过学知识实现了阶层跃升 成了世人 他的邻居们 亲戚们也渐渐意识到知识的力量 拿几尺步换一斗米 这需要点算术知识 有公告发布下来 识字的人能及时掌握信息 于是很多人都来找孔子学知识 一来二去 孔子的思学就办起来了 之前 或许有人干过类似的事情 但干出影响 孔子是第一人 孔子开补习班 声名远扬 后来惊动了鲁国大贵族孟孙氏 鲁国本来是周公的封地 老牌正统贵族 但到孔子的时代 鲁国贵族的礼仪知识 甚至比不上南方的楚国 鲁国的孟孙氏听说 孔子在礼方面这么有研究 于是请来给儿子当家庭教师 孔子的人生实现了第二次月前 说到这儿 你有没有发现 孔子的人生色彩 跟我们印象中不太一样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给人一种孔子一生不顺的感觉 其实这是因为 那篇文章的主题是 不用孔子那么有才华 却没有被重用 没有得到实践 太遗憾了 但刘伯提醒我们 在那个时代 一个私生子 取得了继承人的地位 工作干得很好 外快赚得多 还能不断获得领导的感觉 这是多么令人羡慕 孔子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这种精神继续影响着 他后半段人生里 随着孔子名声越来越大 他的两份工作 都取得了越来越大的精力 从政方面 他先后担任鲁国的中都宰 司空和大司寇 主张用道德引导人民 用理智管理人民 同时 他的门下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学生 在国际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即使后来孔子被迫离开鲁国 周游列国 由于名气很大 所到之处一直被人们所关注着 孔子的思想开始走向国际 到迟暮之年 孔子返回鲁国 他把精力放在编书和教学上 这个决定同样非常正确 这让他的思想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更广泛地传播开 孔子凭借自身努力实现了逆袭 但他最终成胜 还得益于自身的矛盾性 前面说过 孔子一生有两大事业 一是从政 二是办学 孔子为什么要从政呢 从政可以强化松法纽带 进一步复兴封建等级社会 孔子为什么要办学呢 办学可以让穷苦孩子掌握做官技能 摆脱原来的社会阶层 为此 孔子甚至还在国际间流动办学 但仔细看 这两大事业的目标其实是冲突的 办好了学 我孩子越精通做官之道 就越不甘心继续当下等人 如果阶层流动越频繁的话 封建等级社会就会瓦解得越快 这就和孔子的从政目标冲突 用作者刘伯的话说孔老师摆了个扭头朝后看 迈不向前冲的造型 结果 孔子本希望通过从政和办学 挽救李崩落坏的时代 结果却顺手把威房给推倒 只要是懂政治的人 都能发现 孔子的复古主张 是没有可操作性的 难怪 他感叹无起逃瓜也在 的确 孔子的政治理想没有实现 但要注意 从政是那个时代是生存的唯一方式 我们要看到是 孔子通过办学的方式 不仅推动了古代教育的发展 影响了中国千年的教育风气 而且也极大推广了文学思想 直到近代 钱穆先生仍说我认为 今天的中国读书人 应付了大责任 一是自己读 论语 一是劝人读 论语 正因如此 孔子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圣人 除了从政与办学以外 孔子的思想中也充满了矛盾 我们先看他的政治思想 在政治方面 孔子主张得志 反对专制 同时他主张像他那样的精英治国 而不是把国家交给一无所知的平民 也就是反对民主 上反对专制 下反对民主 听起来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但换个角度看 孔子占据了两个论 如果有人支持精英治国 可以找到一堆语路来加持 如果有人批评他反对民主 支持他的人就可以拿孔子反对专制的语路来防问 再比如孔子的教育主张 也是矛盾的 如果有人要强调大众化教育 他可以推出孔子有教无类阴才施教的主张 但如果有人想要鼓吹精英教育 他同样可以把孔子骂学生的话抄一抄 比如 孔子有个学生叫樊池 他问孔子老师 种庄稼是怎么回事 孔子说你去问老农吧 我不如他们 不久 樊池又问孔子老师 怎么种蔬菜 孔子说你去问太农吧 我不如他们 樊池刚一离开 孔子骂到小人了 小人了 这个樊池将来只能做个小人了 言语之间 不难看出孔子有多挑点 上至下鱼 精英得很 这样的模糊行混 理论不清 是孔子想问题不彻底 还是立场不坚定的 作者刘伯提到 杰出的学者 优秀的论主 一般说来都是严谨自洽的 但顶级的宗师 最重要的顶级 最权威的文章 往往就是自相矛盾 经典越是没说清楚 解释经典就越方便与时俱进 这件事情 在孔子死后不久的战国时代已经开始了 韩非子显学提到 孔子死后 儒学分为八个流派 比如子张之儒 子思之儒 等等 其中孟子和荀子最有名 双方的冲突也最激烈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荀子主张人之性恶 孟子主张人证王道 荀子强调礼法兼制制天命而用之 异见相左 但不妨碍他们都以孔子的敌传自居 不只是儒家内部 其实战国诸子百家 只要留下文本 你都会发现 这些文本分别塑造出的具特色的孔子 比如 在庄子笔下 孔子总是被挖苦 戏耍的对象 例如 让一个强盗头子和孔子变怒 结果把孔子说得落荒而逃 上车后连将绳都拉不住 在韩非笔下 孔子是另外的形象 其中有一段这样的内容 孔子的学生子宫阅读商朝的法律 里面提到 如果有人把灰倒在街上 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剁手 孔子却说 这是真懂治国的道理 因为剁手是重刑 清罪重刑可以下注百姓 降低犯罪率 你看 在韩非的语境中 孔子竟然主张严刑俊反 战国各家要么是借孔子之口 表达自己的主张 要么是靠批判孔子来彰显自己的独特 总之 孔子的存在感特别强 如果孔子的形象 只是在学者圈里 那还不够成圣 成圣 必须要政治力量的加持 很快孔子的形象就火出圈了 比如 刘邦原本是非常讨厌如生的 但是在攻打项羽城池的时候 发现有一座流行儒学的城池竟然终于向你拒不投降 刘邦被感动坏了 原来儒学能让陈明殿的尽忠 于是也推崇孔子 还有 刘邦是草根起家 当皇帝后 很多老战友与他依然很随便 不成梯统 这时 儒生书孙通给他出主意 通过制定朝会礼仪 建立君臣规矩 这又提升了刘邦心里孔子的地位 得益于孔子理论的内部矛盾性和可塑造性 孔子在承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承圣的角度来说 孔子自身的矛盾性成就了孔子 但从他对人的职业生涯 以及理想实现的角度看 这样的矛盾未必是孔子希望的 刘邦不仅是孔子对人生命历程的写照 也是孔子思想在后世的写照 听起来有点奇怪 前面不是说了 孔子的思想成为各家争抢的香饱饱吗 为什么是中看不中用的刘邦呢 试想一下 孔子之后的儒学思想 还是孔子本人的思想吧 答案很明显 是否定的 即使到汉代 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帝位 但那时的儒学已经跟孔子没多大关系了 正如汉宣帝所说 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志 奈何纯任得教 用周正乎 中国古代皇帝们需要的 是一个精神偶像 悬挂在普通民众的心口 远远望见 那是我们无比敬爱的孔老师 但孔老师教导我们什么 得看皇帝给他填充了什么 这不就是刨瓜吗 说到这儿 你可能为孔子打到惋惜 穷其一生 孔子的人生历程如刨瓜 他的思想虽流传于后世 但早已图有虚名 也如刨瓜 其实 我们应该为孔子高兴 对于任何一位民族文化中的圣人来说 刨瓜或许是最理想的存在状态 刨瓜内盛放的东西 一直在变 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关心的问题不同 找到的解决方案也不同 但谁能承载这些不断变化的问题和答案呢 两千年来 中国人只认孔子 这只刨瓜 到这时 真孔子是什么样 真的那么重要吗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成长往往就在前一幕话中 坚持听书坚持学习 人生会越来越好 感谢支持 期待你的订阅和陪伴